来资助一些贫困生 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企业家 有一次 学校搞了一个 类似于歌功颂德的答谢会 因为是他资助的我 所以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 他就开始追求你了 没有 他经常打电话约我吃饭 但我总是说 学业绩 没有时间 都推掉了 只有一次 我跟他喝了杯咖啡 在那个过程中 我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 直到他把我送回学校的时候 我才跟他说了一句话 再见 那你不喜欢他吗 喜欢 从一开始就喜欢 那你为什么不表白呢 怎么可能 他有家庭 我从来没想过要得到什么 他其实可以像普通朋友一样交往 也许是 心里觉得自卑吧 因为拿了他的钱 我明白 我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 家里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后来呢 两年后我毕业了 分到一家外企 薪水很高 说到这个我都觉得挺对不起 小北跟人敬 不是 你工资高 跟他们俩有什么关系 我的工资比他们俩都高 但是每次出去吃饭我都不买单 他们俩天天骂我 说我小气扣 我记得有一次 文静过生日 我花了七块钱 买了套客户秀送给他当生日礼 他挺生气的 他一个星期都没理 别看我在外企工作挺风光的 但其实回到家以后 我只吃方便面跟咸菜 我从来不买衣服 只有三条衣服轮着穿 其中两套 还是小北跟文静送给我的 省下来的钱呢 我不是寄回家 就是存下来的 存了不少钱吗 存了这么多年 总算存够了 我刚才一起还给他了 我现在什么都不欠他 你也别太苦了自己 你眨眼 这么多年就过去了 你知道吗 我那次跟他喝咖啡就是在这儿 所以我会 donc 基本的 不厉害 你还不得了 我再也不说 你还不得了 有个大怪 我被他 这儿 这儿 都不得了 能够了 那边 在我们那儿有个说法 心情不好的时候 喝杯热情喝力 心情就会变好 你这怎么拉人结了 一片棱极啊 说了 刚才那个朋友回的老婆来了 二话不说把这儿一筹砸 夏丹姆师来了 你以为呢 你看 你瞧 都逛来了 还真是 那你是不是特后悔帮我 后悔 不能够 砸坏了再坏心的 行了你 你看看你这手 文静 嗯 流血了 快去洗一洗吧 好嘞 静 我帮你收拾一下啊 好嘞 一会儿帮我还原一下犯罪现场 就是 你 刘言 啊 你看到我手机了吗 我不知道啊你自己找找吧 刘烟 看着你个多喊 你快看 多喊 剪的就是母老虎着 谁叫搞定啊 我存着玩的 又把我给搞定了 我存着玩的 这个会跟谁打赌啊 没有 刘烟 你真是都改不了吃屎你 上大学的时候 上大学的时候 我错了 那时候我是跟别人打赌 我捉弄你 我那个时候 我吹牛 我以为把你给搞定了 差一点没搞定了 我存这个 我是因为我亲切 刘烟 现在你在我心里也有个名字 你知道叫什么吗 死掉 闻妮儿 你别生 闻妮儿 闻妮儿 你别生气 小北 我回来了 小北啊 这次我可是彻底回来了 我大作家 又在搞什么宏伟巨座呢 你吃饭了吗 没呢 你呢 我也没吃呢 要不咱们出去吃 算了吧 李婉正咱俩还没回家吃过饭呢 我妈打电话说 让我们有空回去吃饭 什么你妈我妈的 是咱妈 咱妈 应该的 这么长时间了也没回去看看 走 回咱妈家 我去换件衣服了 嗯 我和小北结婚了 爸 妈 我知道我错了 前段时间工作特别忙 公司临时有事把我调出去了 耽误了婚宴 又一直没来拜访 我心里啊 特别内疚 不过 我以后一定好好对小北 你们就放心吧 妈 你要是不同意 我们现在就把婚礼了 你这孩子 好了好了 你们这个证也领了 婚也结了 那过去的事啊 就都过去吧 对对对 咱们啊 一切向前看 总算是都过去了 这樊斌啊 小北 你们也老大不小的了 是不是该考虑下一代的事了 趁着我俩还能动 赶紧要个孩子 我们俩没那么着急啊 是 我是替你着急 你看你看 你这眼看着就笨三十了 等你那孩子大学毕业了 你还不笨六十去了 妈你真是越扯越远了 行行行 不说远的 那你们这个婚礼打算怎么办啊 是不是得热闹热闹 妈 刚才我跟小北还商量的 我这不刚调回来吗 我得先熟悉一下这边的工作 等过段时间公司不忙了 我们就挑个好日子 好好摆一下 然后呢 我再请个年假 陪小北出去玩几天 就当是度蜜月了 怎么叫是当度蜜月了呀 那就是度蜜月 对吧 是是是 好了好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 让你妈给咱们加几个菜 我和樊斌呢 喝上两杯 好 我还没说完呢 还有呢 这樊斌啊 你啊 以后也得好好管这小杯点 别让她一个人在外面老喝酒 一个女孩子家 别说是对身体不好 在外面喝得醉醺醺的 也不好看吧 我不知道 小北总喝酒啊 你看你看你看 连樊斌都不知道 你在外面喝酒 那你一定是背着她 自个儿偷偷喝的吧 没有嘛 我干嘛要偷偷地喝呀 我怕她干嘛呀 再说了 我们俩俩地分居也见不着面 别说是喝酒了 估计连我吸毒她都看不出来 这半年多啊 我跟小北聚少离多 是我不好 我对她的关心实在不够 你看看 你老是护着她 年轻人在一起啊 互相关心 互相谦让 那是应该的 可是该批评的时候呢 一定要批评 不能老忧了她来 嗯 是 爸 行了 我再去做点菜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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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来了 来来来来 你拿上个牛肉 好 来来来来 小心烫 我喝着滚烫的排骨汤 努力说服自己 不就是结个婚呢 追究那么多干什么 其实 在心底我清醒地知道 还有一个 连我自己都不愿面对的 重要原因 她说服我 不要去拆穿返冰着力的谎言 并且告诉我 该怎样结束这场闹剧 那就是 我还爱她 不愿意轻易失去她 来来 吃菜 好好好 你也吃吧 你也吃吧 好 拜拜 拜拜 来 吃菜吃吧 好 注意 太快 可能 就是 庄里面 干嘛 你们 我 王远 是我 我知道你在里面 我也知道你们想见 王远 是我让你受了委屈的 请你打开门 我想见见你 我想和你解释一下 王远 对不起 小北啊 以后咱们就朝夕相守了 是吧 要不咱们给这房子添点什么 要不把这个沙发给换了 怎么样 坐在电脑前累不累啊 来 尝尝老公的如来欲止 怎么样 老板 舒服吗 不太舒服 看什么呢 那么入迷 围城 城里的人都想出来 城外的人都想进去 这不多少年前的书了吗 你都看了好多遍了 重新分析一下呗 别看了 再看就看傻了 小北啊 咱们领证以后啊 还没好好出去吃顿饭呢 要不交上文静和王远 今天晚上好好亲出亲住 王远最近 刚换了新工作 我估计他没空 那 咱们俩单独去吃 可以啊 你想吃什么 吃什么都行 你定吧 我来 你坐着 啊 文静 文静 喂 什么好消息 行行 你过来吧 我在家呢 火速啊 文静说他一会儿过来 我们家吃饭 他一个人啊 对啊 怎么了 你还那么怕文静啊 王远再好一点儿 他一个人 我还真有点出过 你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 怕什么鬼敲门呀 对啊 我怕他干嘛呀 那 咱们出去吃 算了 咱们还是在家吃吧 文静喜欢吃 咱们家门口那家川菜 要不然你去打个包 买几个菜回来 也行 那我去了 嗯 你等着啊 我马上就回来 啊 你王家到 谁的箱子 樊冰回来了 你怎么跟猎犬似的 你被留言团坏了 人呢 又跑了 出去打包去了 什么包啊 在家附近随便吃饶就得了 在家附近 我可没那么大胆 在家附近吃 万一您心情不好 再让酒精上头 把我们俩事抖了出去 我以后还用不用在这边混了 你什么都没说吧 待会儿你也不许提啊 周小北 为了维持家庭和婚姻的稳定 不惜人母负责到这种程度 你真懂事 快进入无性婚姻阶段了吧 你问我爸我妈 我说你和樊冰 吓死我了 我还说你要真问 关于二老这问题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睡觉分昏睡和摘睡 你们俩现在属于哪一种啊 摘睡 我就知道 我们俩在一起同居那么多年 摘的跟婚的有什么区别吗 周小北 你跟这么个人 在同一个地方 同一张床上睡那么长时间 你不恶心吗 你管老子 你说咱们俩是不是真的老了 咱们不是80后吗 80后不是社会的中间力量吗 怎么突然一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呢 你的思维还停留在咱们大学毕业那会儿 下人90后都出来婚了 都有人管我叫阿姨了 我认识了好几个80后啊 离婚都离两次了 起步早的人小孩都上小学了 什么起步早起不晚的 不爱听 又戳新窝子了 戳人新窝子了 我这叫起步不早不晚 请你等着瞧吧 先生 把它饭好了 先生 饭钱你还在付呢 对不起啊 多少钱 一百零八您就给一百吧 谢谢啊 那我喝还是不喝 你想喝不想喝啊 我喝了我可就控制不了了 我说话可不好听了 这我知道 我回来了 文 文静你来了 看门来了 都好久没见你了吗 过来看看你啊 来就来呗 还带什么东西啊 我们家小北呢 什么都不缺 就是最近半年过得有点孤单 打算给他介绍一个 有责任心的高富帅什么的 我拿去厨房弄吧 那 那我帮你 门边 聊两块钱吧 越来越漂亮了 你挺好的 我挺好的 身体也挺好的 挺好的 没有疼癌症 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 死不了 死不了 好好好 那你自己到这儿喝吧 小北 有一个朋友 开了一个高温瑜伽馆 你去不去试一下 那老板我认识 我说减肥 那个瑜伽减肥啊 现在千万别听杂志那一套 整天教人怎么瘦 这女孩子瘦得个个跟竹竿似的 其实吧 男人一点都不喜欢太瘦的 是吗 是啊 那你告诉我 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男人就喜欢那种 看起来瘦瘦的摸起来 肉肉的 谁啊 谁看起来瘦瘦的摸起来肉肉的 是小北吗 我说的就像你那样 我说我瘦 你一点都不瘦啊 又你知道我一点不瘦 我目测的 挺厉害啊 一般一般 我还以为男人都喜欢那种 看起来肉肉的 摸起来也肉肉的女人呢 我反正不喜欢 我 我就喜欢我们家小北 最好就喜欢你家小北一个人 我知道啊 你 我觉得 你的那个身材那么修长 你看玉树临风的 走在大街上 简直就是一道霞光啊 完编过来帮我弄一下 我来了 我先去啊 啊 屁了 屁了 文静 多吃点 这菜够不够 不够我再去买 别了 我怕胖 小北 你也多吃点 我吃饱了 你买了 你也够吃饱了 这菜够吃饱了 我再来就吃饱了 趁热啊 你也推进来 那些气药 你也打算去的 我买了 你这么说 变不了点 就 showing up 好 所以我们在费饱 那封我多少钱红包 我这个大力可比红包强多了 什么大力啊 对啊 说说吧 也让我们俩提前高兴一下 一份巨额的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 对 受益人就写周小北 上次你得了绝症 可把我们家小北吓坏了 查不撕饭不响 满世界找你 恨不得就随你儿去了 别胡说八道 我没胡说 我说的是事实 虽然是误诊吧 但万一呢 我说万一将来你有个三长两短 你真像我们家周小北一个人 他怎么活呀 上次的事 是我不对 是吧 精神上没有人陪伴就算了 物质上得有个保证 你们俩现在结婚了 不比谈恋爱那会儿 年轻人 为自己多想一想没有错 你还不知道吧 樊斌音音 已经调回来了 就在本事工作 调回来了 对啊 离这么近 受得了吗 受得了 受得了 我不是要收拾你 我想起来有件事要跟少北叔 王老元的事 对 要不要 我回避一下 你最好是回避一下 那你俩聊吧 我出去转转啊 你去哪儿啊 又在屋里待着 哪儿也别想去 不许偷听啊 好 那你们聊吧 还想出去 你可真行 我真服了你的周小北 快说 怎么了 你别说了 气死我了你 王元早上给彭永辉打了一个电话 约他出来见面 你猜谁陪他去的 胖子 胖子 不可能 你从哪儿听来呢 胖子当天晚上跟我们吃完饭 第二天就走吧 胖子是走了 回北京办办离职手续 第二天就回来了 那他回来怎么没告诉我呢 王元私底下还跟胖子有联系啊 那当然了 你不知道吧 处处是八卦 遍体是奸情 胖子知道王元跟彭永辉的事了 所以我说王元聪明啊 所有事都告诉胖子了 一场苦恋又即将开始了 那可不一定 胖子这畜生 你重刺青友这词 用在他身上算是应验了 回来都没告诉我 直接去给人当替身去了 对了 这事得好好细节留言 两天请他吃饭吧 请他吃个屁啊 我们俩分手了 你还有什么事 能一口气全部告诉我的吗 你着什么急啊 他那又怎么了 是不是他不愿意 当你未来孩子的爹 我今天在他工作室 手机突然找不着了 我用他的手机给我打电话 结果你猜 在他手机里 我的名字叫什么 搞定 搞定 他想搞定谁啊 他能搞定谁啊 他在我心里有一个名字 叫死定 留言太有财了 搞定 你还笑 你气死我了 那个得绝症呢 你可以出来了 心真大 这都能够找 不让开车做两点 好嘞 好嘞 他走了 他告诉你什么 天大的好消息啊 没什么 就说他跟他男朋友分手了 他怎么这么没心没肺啊 这也算好消息 还天大的 我很想告诉范冰 韩文静并不是没心没肺 并不是他不知道难受 而是他可以因为 王源的一时争气 冲淡了自己失恋 所能带来的伤心 我也想告诉他 我知道他并没有 真的睡着 因为没有任何一次 他睡着之后的呼吸 是如此沉稳 如此安静 妈 你看我手机了呗 你拿我手机干什么 你给我 你跟我说说 你跟那个卢川分手之后 你到底想怎么着 我能怎么想啊 你过一天算一天呗 胡闹 我告诉你啊 我可查看了你的通信录 是吗 那你有什么新发现吗 当然了 里面有个叫袁通的 老给你打电话 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 你 你笑什么呀 袁通 我说的就是袁通 我没说袁峰啊 你收手啊 你说一个大蛮人 叫袁通 不会是出家和尚吗 搞不好还真是什么法师 不是 妈 袁通是快递 快递 你给我别闹了 不不 什么 不是有个盛风吗 怎么出个袁通呢 我只知道摘几遍 我 我 我先走了 回来 我有点事 我有事 坐下 我有事跟你说 你坐下 让你爸好好的跟你说 爸 你就不能等我晚上回来再说吗 你说那晚上就是明天早着是不是 我真有事 冯婷 你老大不小了 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打算 我没什么打算 活在当下挺好 我跟你说啊 我有个老战友 他儿子从国外留学回来了 人挺好的 开了公司干得不错 我给你们俩找个机会 见一遍 你是想让我去相亲是吧 相亲怎么了 相亲是你们这辈人干的 我们老一辈人干的事怎么了 这都是经过生活实践检验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对对对 你爸说的没错 我和你爸呀 就是相亲认识的 妈 你跟我爸相亲之前 你谈过恋爱吗 没有啊 我们那个年代 咱们那个年代啊 讲究的是从一而中 对 不会吧 怎么不会啊 你看看啊 你放眼看看我们周围 哪有几个离婚的 闺女啊 少年夫妻老来伴 这你说人家过得多好啊 我们这一代人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的离婚率 是你们那伙儿的一百倍 随随便便结个婚 再随随便便离个婚 麻烦就不说了 还容易结仇 干嘛呀 至于吗 你要抱着这种态度 不去相亲 那你就失去很多认识 优秀青年的机会 我的妈呀 现在哪有什么优秀青年 现在都是普通青年 文艺青年和 和啥 没了 就普通青年和文艺青年 那您说一啥呀 是普通的还是文艺的 我当然是文艺的了 那文艺青年 女孩在家有文艺气势 也挺好的 我给你记住啊 爹妈跟你说了这么多话 都是为了你好不是害你 我知道 你跟我说的最多的 就是结婚 相亲 你们不会让我去参加 《非诚勿扰》吧过两天 《非诚勿扰》怎么着了 我跟你说啊 就她这样的上《非诚勿扰》啊 人家未必能看得上她 你是我亲妈妈 说什么呢 这事这么办 明天 你把你所有的事都推了 参加《非诚勿扰》 什么《非诚勿扰》 我和我老战友约一下 咱们两家一块吃个饭 你和他儿子认识一下 我不去 你必须去 我肯定不去 你敢 事情是这样的 妈 你不是从来没谈过恋爱吗 我啊 趁年轻 妈 这样 趁我年轻 我替你都补回来 好吧 拜拜 拜拜 你看你这女儿 这都是你惯的 你怎么起那么早啊 夏威 你快过来 我给你个惊喜 什么惊喜 打开啊 这是你最爱吃的王继烧卖 咱们家附近开分店了 没有 还是原来那家 原来那家不挺远的吗 我五点多就起来了 没敢吵醒你 我挤了一个小时公交车 排了好长的队 又花一个小时挤回来 都凉了 我去帮你热一下吧 不用 挺好的 那快吃吧 我记得上大学那会儿 咱们老吃这个 后来好久都没吃了 我都记着呢 这几年离得远顾不上了 以后你爱吃啊 我天天给你买 好吃吗 特别好吃 小北啊 以后咱们俩就是一根 身上的蚂蚱 我的责任就是 宠着你 哄着你 惯着你 是吗 怎么听着跟阴谋似的 我说的是真的 以后你有什么不对的 我就让着你 我有什么不对的 你就毫不留心地收拾我 我保证无条件复从 你瞧你一身臭汗 赶紧洗澡去吧 疯命 那我去了 你什么 小白 帮我拿虾米�j 你干嘛 下味 准备 走 你来得正好 我有事找你 你先说 你来得正好 我的辞职信 欧阳 我不会批准辞职了 我用不着你批准 我现在自动离职 王源 昨天的事情 在之前我真的是不知情的 已经过去了 不要再提了 总之 我希望你能冷静地想一想 真的 昨天的事情是个误会 你在电话里 问我是不是收了他钱的时候 你怎么就没有想过 这是个误会呢 是我错了 对不起 我今天正式向你赔了一道歉 昨天在电话里头 我 我不应该那么问你 别走 好吗 我留下来还有什么意思啊 你根本就不相信我 王源 你冷静两天 认真地考虑考虑 没什么可考虑的了 王源 我都已经说对不起了 真的 昨天的事情真的是个误会 你一直都在说误会 误会 就算是误会 那是你的误会 不是我的误会 我承认 我喜欢你 这么多年我一句都喜欢你 那又怎么样 我从来没想过从你这儿得到什么 更没有想过要破坏你的家庭 懂吗 你喜欢我 对 王源 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起 我就把你当作我的妹妹 真的 你在我的心目中 就跟我的亲妹妹是一样一样的 我知道 但 但你刚才说的话我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不知道没关系 我从来没想过让你知道 我做好 要 observer 你的帮主 我的个人 不肯定 你好 你帮我一份 我给你老师 你什么时候 你怎么办 你没想到过 好 脚装了 没 没有 是这份吗 对 是这个 是这份的 是这份的 是啊 你都过糊涂了 难道有空 那今天你想干吗 你陪我逛街吧 咱们俩好久都没逛街了 好啊 没问题 那你等我换件衣服 你好 先生一共五百二十元 先生 你多给了二百 谢谢啊 先生 东西还没拿呢 好 我忘了 谢谢 欢迎下次光临 今天怎么了 生不可业呢 没什么 可能是有点累的 你都干吗了 累成这样 可能是刚从公司调回来 觉得不太适应 过两天就好了